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 而有线欢频通讯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曾安叶先生 亦在台上向各位劳苦功高的工作人员颁发感谢状 就是有线电视 香港开电视 赢尽掌声赢尽后悲 自己都很开心的鼓舞 是不是 非常开心 第一要多谢团队 因为实在是24小时大家都很辛苦 由我们第一天 我想你都记得 我们宣传张学友 歌神 很开心 请到全城杂器帮我们唱奥运主题曲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直至开幕典礼 看到很多香港运动员又赢了很多奖牌 跟着我们自己同时又令人刮目相看 有6.9的收视 实在非常鼓舞 当然我们不只是看收视 亦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正能量在 所以收视固员好 但大家同时有这个好的经验亦是非常好的 山山和黄德森多次在节目分享运动员 背后鲜为人知的辛酸 令观众非常难忘 很多人都跟我说这次奥运他们看得很开心 亦明白了某些游戏 我觉得这件事是我们想做的事 就知道能做到 都可以鼓励到更多人去爱上运动 是吗? 是呀 记不记得昨天李卫斯说 怎样去支持香港运动员 就是玩多些运动 这个是由精英带到去普及运动 希望大家都全民运动 大家身体都好些 也都令到整个体育的发展好些 兼够多些电视台播奥运 一众专业旁述在这次奥运节目 亦都功不可没 好像第一次参与旁述的江文义和叶佩妍 表现亦获得大众好评 很幸运 刚才说过 可以和这些专业的团队 和重分量的嘉宾一起做节目 我亦都很希望可以继续和观众 分享我在这多年来游泳中的小知识 分享一下我比赛时的激情 第一次你做的评述就有这么高的收视 其实都很惊讶 因为那些人在IG或Facebook 发表我看会有这么高的收视 而且都真的收到那些人有的好评 另外两位呢 一些感受比较深的赛事是哪些呢 当然是我们队里面自己拿到铜牌 因为历史性拿到铜牌 真的很感动 每个一刻 是的 也是很难忘 因为自己第一次在这里做评述 都可以见证到我们女团 拿到这个历史的铜牌 很开心 观众大赞香港开电视的奥运节目主持表现 并相当专业做足功课 尤其被誉为奥运字典的徐家乐 获得不少观众喜爱 很多市民都因为你啦 家乐局啦 所以才看开电视 人起急升啊 这些感觉如何呢 都是尽力而为 因为自己可能准备得比较好些 譬如说 他那些开幕闭幕那些天书 八十一页的 我们都会由第一页开始 看完到八十一 所以到譬如开幕闭幕 每一个环节 我们都知道它说什么 其实其他同学都知道 不过我们可能努力一点 看久一点 知道得多一点 等观众看的时候知道 咦 原来他说到 我想是这样的 是很努力而已 最近报这个奖牌榜 当中都很深刻 因为说话其实都不少 对吧 其实因为我们的资讯 都是最新的 所以可能是我们报之前 那两分钟 都还可以看 有什么是最新的呢 想告诉观众 因为我们都拿了六年奖牌 好像每两天就可以 更新香港的奖牌形式 每一个奖牌都尖叫了出来 很开心可以参与奥运 还有很开心有线十八堂 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 参与奥运 一众香港开电视艺人 当然也有在奥运期间收睇直播 大家都有在访问 分享当中最难忘时刻 最深刻的是看游泳 因为何小姐都 还有江小姐在旁述 因为很少有游泳的也可以 旁述的也可以 最深刻的是所有运动员的精神 我觉得最有深刻印象的一句 就是心态决定那个状态 状态决定成败 这个是最看到的 我们叫到 尤其是张家朗第一面 按过一下 其实自此之后 真的没关过电视了 是唱开电视 这次完全打破了历年来的成绩 你会觉得 好恐怖 好凶 对 对 对 就是所有山山做的LINE访问 和他们立即得到他们即时的感受 我觉得很开心 加上昨天的闭幕禮 我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最震撼是 竟然可以找到何思培 所有的教练 一字排开那个访问 很震撼 我看到那些警察全部都眼泻泻 我也一起跟着哭 我最记得有留言有说 有朋友就说 本来可能就看开某某某某台 但因为其实奥运期间 真的最好看开电视做的奥运赛事 所以长期都开着电视